台灣有一家四口趁假期 報了旅行社的越南旅行團 早早將護照寄到旅行社辦簽證 更在出發前一天再作確定 怎知一家人去到機場後才發現 令對根本沒有他們的護照 最後無法成行 旅行社原本答應找到護照後 立即安排其他航班 逼他們去當地會合 結果公司內部出現溝通問題 顧客的護照去向不明 事主一家於是請對方安排酒店休息 怎知他說他做不到 因為公司全部人都在休假 事後旅行社雖然願意賠償 但雙方仍未達成共識 而護照竟然在出發前一天才正式寄出